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的什么顾问 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不是说老说他贪腐吗 说这个机构 那布拉特他本人过去就有很多传闻 不过这都没证实 但起码这个机构的贪腐 早就有人写过好多本书了 说里面一大堆问题 那么结果这回呢 不是正式的被揭发出那些的 他的委员们在电邮里面说 谁谁谁想买这个 没那么容易 都在直接谈买卖 这个揭发出来了吗 那大家攻击他 那结果他再度连任当了主席 因为这个东西就像他家的 我跟你讲 跟联合国不一样 联合国还有五个大老板的 这个没有 这个基本上就他家的 他在这干了二三十年了 那整个机构上上下下 人都是他自己的 那现在被人挑战 他就要找一个有公信力 或者很多人以为有公信力的人 比如说基辛格 找来干嘛呢 他说请基辛格帮他 制定一套方法跟策略 让这个FIFA以后呢 少一点这个贪腐的情况 徐老师怎么看 我有两个奇怪的想法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觉得足球呢 主要是因为他原来这套制度啊 没法做广告 所以足球比赛 你比方跟其他的 现在一些美国的大运动 比方说比方橄榄球啊 或者是棒球啊 或者是冰球啊 这些运动来比 包括NBA 他们有一套很好的商业设置 就在制定比赛规则的时候 已经把那些商业利益 全部考虑进去了 而足球呢 开始出现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大的商业利益 所以现在你看足球 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法做 现在广告已经用住脑筋来 在背后散啊散啊什么 但是他的比赛是不能中断的 但是现在盘又做得这么大 因为他在 他整个欧洲是最大的运动 全世界他牵涉的金额是最大 一个球队 对不对 足球最大 所以我觉得这些 尤其到了第三世界这些国家 他们又有投票权 可是这个只不过是 他规则不改而已嘛 就是说当然我们都很喜欢足球 不要中断 那这点他很纯粹 你不像美国篮球啊 篮球的规则原来不像NBA这样 这是可以中断那么多次的 你看NBA他几秒又暂停一下 几秒又暂停一下 这个规矩怎么来的呢 恰恰是因为NBA 当时要做电视转播 要卖给电视台做广告 他是为了广告跟商业利益 改变了你整个比赛的游戏规则 对 美国的那些运动是这样 橄榄球就更加实质 橄榄球更厉害 但足球不同 足球始终很坚持了一种的 就是说我原来怎么打 现在还怎么打 那么但是呢 FIFA这个问题 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因为过去从来 就有这么一种阴谋论的讲法 特别是赌球的人都相信这个说法 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场比赛 不是操作回来的 对 你别说我们过去中操 不是说老贪污啊 老做假球嘛 在很多赌球的人的眼光中 你就算欧冠总决赛 什么都是搞的 就你没听过这说法吗 很多人都这么相信 那所以FIFA的贪腐 就跟整个足球界 到底能够买到什么程度 这是个问题 就很多人来谈这个 他有信仰危机 这次那个信仰危机 这是穆里尼奥嘛 是那个黄马 不是有一场输了 他不是被罚了 他不是束手之后 最后被罚出去嘛 他后来有个记者招待会 他就说嘛 他说你内定了 不让我们黄马进去 他一定要巴萨进决赛 他就最后他们就控告他 说这个东西 因为你作为一个教练 你现在还在比赛当中 你就等于说 你们在开后门 这个太不安排里出牌了嘛 就是说 不过问题就在于 就是说你看足球的人 其实当然也有 我们看足球的球迷 也有一大半去赌球 赌球的时候 你可能会相信 这球头是能够买回来的 但是看球的时候 你又人格分裂 相信这绝对不能买回来 要不然的话你就看得不好看 对 所以赌球的人看球 他会陷入一种分裂状态 是是 那么然后呢 在看球的时候呢 但是我们为什么 始终相信这个球是干净呢 是因为有些东西 你眼睛能够看得很清楚 你记不记得当年 我们不是看过一场电视上 我们节目还播了一个片段 是中甲吧 好像是 甲A的 一个一个球队 不是那球员着急了吗 后来蒙网自己球门灌球吗 没错没错 你记得那个吗 但起码你看欧冠的这个总决赛 你就看得出来 这不可能是做的 这太不可能 你说梅西那个球是做的 这玩意儿 太不可能 你看欧冠最后的那个决赛 曼联提成这样 你说他是不可能 他是让吗 他不是 鬼呀 你有什么东西能够让英格兰 这么一支球队 世界上有什么商业利益 可以让他们能够 能够在这里面不好好踢球 只有一个不好好踢球 就是西班牙那些人太厉害了 就明摆着我们都看得出来 明摆着太厉害了 我是外行 我还是相信是真的 假的是局部的 我是外行 我一向觉得 好像不是说黄马 跟这个巴萨 是什么双雄吗 对 西甲的双雄 但是你在欧洲范围内 我要问你们 是这个这个这个曼联 国际米兰和这个黄马 这仨谁厉害 那当然还是西班牙 因为意大利是彻底衰落掉 过去这一季里面 英超很厉害 英超的强队比较多 西甲的问题呢 在于他就两支 那其他队现在是越差越远 但是你现在别说欧洲谁最厉害 现在是全世界最厉害 就是巴萨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我看球看了几十多年 我没看过比巴萨 现在这个巴萨更强 目前的巴萨 任何国家队俱乐部 都没有比他更强 而且梅西现在达到的水准 将来人家就会把他跟 那个贝利跟马拉多纳 最黄金的时候相比 他们踢到什么地步 他不仅是赢球 而且他是一种风格 他这种风格 他百分之七十控球 就就是 就是一有空 球就到他们 一有空就到他们手里 他们输是偶然的 他们赢是必然的 就是这么来讲 我而且我愿意善良的相信这个世界 我也愿意善良做足球 我特别相信裁判 你知道这个足球的裁判 你仔细想想 你要设身处地替他想想 他们都不是职业的 他们是大学教授 医生 牙医 律师 没错 他们每年是中产阶级的一个 过得过去的生活 也许每年有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 或者是十几万美金 过得过去的生活 可是身边在他们大汗淋淋这些人 一个星期的钱就比他们还要多 可是他们凭什么 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真的他们这一吹 真的可以决定人家多少亿的财产的进出 所以当然很多人怀疑 赌球的人怀疑也都有道理 也不能排除没有 但是我总的觉得 我相信这个背后只有一个职业道德 就只有一个天理 就是一个新教徒家 就人在做天在看 才能驱使他 在绝大部分的时候 我拿了这一点钱 你们每个人都比我多钱 可是我还要坚持一个 我觉得基本上我还是相信 对 不过一般来讲 这个裁判到底会不会搞假 这个取决一个文化 这什么文化 比如说一般来讲 比如说意大利是搞假球最厉害的 那意大利为什么搞假球最厉害呢 是因为裁判太重要 就是说你一个球赛里面 一个联赛里面 一个国家 你裁判越重要 它越可能出问题 为什么意大利裁判那么重要呢 是意大利的联赛的踢法 使得裁判一个判决 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到别的国家 你去意大利 旅游你仔细看体育版 意大利的报纸的体育版 有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一个专栏 每一个报纸都有 就是什么呢 我们全世界的体育报 体育版都会讲说 这球踢的怎么样 这个球心夺牛奖这些 意大利呢 是每一张报纸都有个专栏 讲今天的裁判表现怎么样 凭裁判 以前踢过什么球 什么时候给过人家点球 他不给你 他看这个 为什么 因为裁判太重要 那裁判那么重要 于是就是你表示说 这个国家的球队 这个他们踢球的时候 很容易出问题 那咱报纸也可以弄一个这个 什么黑兽排行榜 光荣榜什么的 对可以啊 不过话说回来 谁没踢假球 就登光荣榜 但我回头讲 那天那个比赛 就真的是 原来大家都还以为曼联跟巴萨能够拼一下 结果就拼了十分钟 拼了十分钟 那真是太凄惨了 就虽然我非常不喜欢曼联 因为我是阿森纳球名 抱歉 这传统敌对啊 但是呢 你也觉得这是英超最强吗 那怎么对上巴萨会踢到这个地步 你真的是觉得 现在全世界 我觉得所有的教练 都在想这个问题 你对上巴萨怎么办 但是好像前十分钟还是有点笑 那那就十分钟吗 但是能 曼联之所以踢不过 他就是光明正大 对 能踢败巴萨 就是像穆瑞尼奥去年 用国际米兰那种方法 就是我铁桶 我就难看 我就用 用希腊德欧洲国家杯的方法 对 黄马今年差点快成功 黄马本来是一个进攻 非常犀利的球队 他对着巴萨 活生生地打铁桶死守 差一点就成功了 但是那个你知道很难看 有点丢人 我觉得你知道你黄马是个什么阵容 你想想看 这是亿万富豪俱乐部 对不对 希罗这帮人 穆里尼奥是多大牌的一个教练 对对对 你居然对上了是当年希腊 你看希腊拿过欧洲国家杯冠军 但希腊当年那个欧洲国家杯冠军 是怎么拿的呢 就是这个打法 他等于是对上所有比他的队员值钱五六倍的人 他用铁桶阵 你用这么豪华的阵容 去打一个希腊的打法 这不就有点丢人吗 那个记者赵大会 他说这场比赛应该零比零 你看他有一个判断 他说明他的战略定好了 就是死守 谁都不得分 这只能反衬对手的伟大 是吧 真的是 向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这个什么国际组织的这个头啊 就纷纷出事是吧 当然布拉特不是出的这种事 卡恩 卡恩最近有新消息了 前任克格勃普京啊 出来说他破案了 说这玩意是美国这个阴谋 美国一谋什么美国国库 给盗走了多少吨 黄金 然后美国情报人员 搞这个 美国情报人员就爱搞这个裙子上 沾点什么 这个这个什么 不如乍不这些的 以前他们总统干过 对对对 就是说弄了我们卡恩 但是你看现在在美国啊 还组织游行呢 这个这个美国很多的这个这个妇女啊 这都是一些纽约的酒店适应生 酒店的清洁客房服务人员 来生源卡恩是吧 不是生源卡恩 这shame on you 就是在谴责卡恩你不要脸 再看下边 哎你看 这个宋红冰微博 原来这不是普丁报 是宋红冰爆料 这个我不就不相信了 卡恩再看下边 哎这个 这个说是卡恩 这不是卡恩的女友 这又说回足球了 这是那个著名的吉格斯了 吉格斯的前任女友 说是其中有一个 中间那个是他老婆 左边那个是他情妇 右边那个是他弟弟的老婆 弟媳啊 对弟媳都不放过 嗯嗯嗯嗯 哎 徐老师可以发挥一下 不过我是觉得吉格斯啊 那么当然大家都骂他 因为吉格斯前阵子大家才捧他嘛 因为他是你想想看40岁嗯 这样一个年纪他发挥的真的很好 他在他在曼联里面真的是没有第二人能够代替他的作用 他太重要了 但是问题是居然搞出这样的事 那大家就觉得很丢人吗 因为原来大家都认为他是好好先生嘛 嗯那最最离谱的是他搞弟媳那个搞法 他不只搞弟媳 而且是他弟媳已经大肚子了 后来传出来是哦 哦七八个月了嗯他还在搞天呐 那这个是搞得比较有点特别 他这是一种雅号了 对雅号 可是呢我个人认为从阿森纳球迷的角度来看 吉格斯这个事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 他人生最大的污点是加入曼联 好了我就说了 先说了 谢谢谢谢 现在徐老师发个评了 我还是喜欢曼联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些球星是蛮可怜的 嗯 因为他们就像美国的MBA的球星一样 他们一下场就有很多女的喜欢他们 嗯对不对 但是他们必须非常清洁 他们不像普通的人 他们一犯错马上被曝光 尤其是英国的报纸 整天追着他们 好痛苦啊 还不如做一个人没人疼没人爱 那也就算了 你不必这么痛苦嘛对不对 但是没有听到过裁判有什么这类的 裁判哪有女球员 那么你球迷会喜欢裁判 裁判对于比赛影响既然这么大 怎么事先就 把裁判搞定 用美人计啊 对啊 这个我倒没听说 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嘛 这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 他这个裁判他实际上更容易被腐蚀 对而且裁判作用这么大 你这个运动员 这倒没听过 这次你知道李娜的那个 还不是李娜 李娜那个对手的那个记者招待会 就有人提问 就说你这场比赛是不是被人偷走的 就你的成绩被人偷走 因为他有一个很关键的 在有一个球砸到那个 就是在那个tie break之前 40比30那个时候 有一个球砸到那个线上 结果这是很罕见 一个运动员跟那个主裁 因为那个法网是唯一一个没有阴眼 没有电子设备 因为他有一个可以落地看得到 他们争论嘛 结果这个球真是我当时也急得要命 我也想裁判 坚持原则 坚持原则 别给他判过去 因为判过去的话 他就这个 就要break 他就赢了那个set 赢了那个set到第三个set 那就很难说了嘛 结果就问 不过那个对手还蛮好 他就说这个球是对 他坚信 坚信那个意大利运动员 我坚信这个球是出界了 但是呢 说球对整个比赛的影响呢 不能这么说 因为李娜的确打得很好 那个记者还再追问一句 就是说你这个之后 你就连丢七分 是真的 是那个判罚以后 他就连丢七分就输掉的 结果他还是这么坚持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有些事情就是说 你觉得冤 当事人你不抱怨 真是一种风度 就这个裁判 不过我心里是支持这个裁判 我觉得这个裁判判得好 当然 这个球就是砸在线上 这也就说明啊 风度背后都是苍凉啊 一下连丢七分 实际心理状态 心里就 人就是委屈嘛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还有五分钟 我刚才问 你们准备往哪聊 文涛说 还是可以讲讲求性 搞女人的事 你是和尚吗 但这个事的确是很值得关心的事 为什么要先说不同国家文化的东西 怎么讲 你比如说我记得当年 我看福格森的自传的时候 回忆录他说到一点 他说他非常不满英格兰的 那个球员文化 他认为那是一种 过去的蓝领工人阶级的一种文化 使得今天的英超水准上不去 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 那些球员 比如英超最常见的是什么 就球员打完球了 甚至是比赛前一天 还跑去喝个半醉 对不对 去party 老给人拍到这些东西吗 然后抱着几个小妞 什么搞到半夜 等等等等 这是他们有文化 那个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你想想看 他们的主父辈的人 是矿工 火车工人 一天体力劳动完了 英国人干什么呢 一下班就去泡酒吧 就喝酒 喝个烂醉 对对对 他等于把这套文化 延续到了场上 那巴西是另一种 我见过以前 很多有一些人说 你们对巴西球员 也有个问题 巴西球员 到了黄金阶段之后 会忽然衰落得非常快 几个都是这样 那你比如说 像这个小罗 对不对 他这衰落得非常快 主要就是也是喝酒 也是搞女人 而且搞女人 搞得特厉害 后来我才看到 原来有一些巴西球员 他们自己说 他们从小的时候 长在贫民窟 人家告诉他 说你踢球努力踢 为什么呢 踢球踢好了 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吧 名车 女人 钱 什么都是你的了 女人是其中一个 他觉得 作为一个球员 我应该享有的东西 就像我当年 曾经做梦 想当电影导演 一样的 你也是这么想 能搞女演员 但其实你想想 不同的运动 它有不同的 就在这方面 它都有不同的道德规范 你不想看网球运动员 要求就特别高 对 你的女朋友还得漂亮 对 因为老给你镜头 你看网球明星 男明星 你看那是万人瞩目 绝少绯闻 那就真是绝少 网球明星 绝少 这agraphy 一旦有 他也是很有品位 大明星 几个都是大明星 最后跟这个 对不对 对 网球这是一种范儿 NBA又是另外一种范儿 光荣 你数量多 很人还捧你 说是谁啊 那个有两万个 一辈子 扎巴 一辈子 没有人就 就把它砸得很烂 对 对不对 就是说你看NBA 又是另外一种范儿 英国的足球那种范儿 就是说他们一想搞 人家不让他们搞 对 盯得很厉害 那高尔夫呢 就suppose也要高 所以就出现了老虎 老虎这个就不行了 你挤到高党俱乐部 高党俱乐部 那个很难做的 就像费德勒 没错 你看现在费德勒 为什么像狮子一样 像这次比赛 大家还是同情他 明明他各方面 都不努Nadell了 但是很多人 你看厂里的气氛 他一输厂里边 厂子里的都敢看 费德勒那个风范 你说他太太漂亮吗 大家都看到 对不对 可是好像网球 还有肩带一副一剧制的 他们要坚持这种 有种君子绅士的风格 因为你是中产阶级的运动 你换成比如说像老虎 如果到了NBA 人家还拍手呢 这才对啊 哥们 对不对 所以你不同的性取向 入不同的体育行当 早先先看好了 有些行当 你就 就是网球 你看 就是 而且网球 他们一定上来的时候 还得感谢自己的老公 老婆 自己的小孩还得拿下来 哇 全场鼓掌 因为他是一个family 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family 所以你这个family的价值观 在西方的这个世界里 就变成了 当然假如一旦破的话 代价就非常凑 但在足球就很不一样 因为足球是比较草根的 对 那那个里面 而且他非常阳刚 对 他比网球更阳刚 所以他更那种欲望 喷发无所谓 其实你回想这些 球员挺可怜 就一帮年轻小伙子 二十来岁 学气方刚 忽然成了万人民 每天就不停的 女孩子给你送上来 是吧 那在这种环境下 你真正能够熬过去 很洁身治安 那都是非常非常 少见的特例 比如说像卡卡 那不一样 他是基督徒 有信仰 那或者梅西 梅西你觉得 他就信足球 他根本是 他相信足球 他就没想过 像MBA现在 你都不管男的了 管女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